哈喽,欢迎来到娱乐八卦君 在节目开始前请先关注、点赞 这是对我最好的支持哦 肖战全球后援会做出了相应的行动 比如说出台了整改公告 其中该公告中有提到不再进行任何打榜、应援活动 相信许多网友对于这个倡导不是特别的陌生 因为近期以来大家都有遵守 本着自愿原则去做相关的一些事情 没有大部队的引领 但也能够通过自己的了解 尽到一份微博之力为之点个赞 而今从腾讯新闻星推榜官博发出的内容可见 与以往不同的是多了几行字 首先我们来看此次肖战 在该榜单中所获得的是 荡月成长经济化冠军 小飞侠们成功助力 肖战数据战获得1.2万元的奖励 这1.2位于属于成长金 放在以往是不需要再做其他的说明 但是此次的内容中让人感到惊讶 当看完腾讯新闻星推榜官方给出的动态内容后 可能大家会问 那就是为何此次的成长金会全部捐献给了公益项目呢 其实这个原因在肖战数据战中 我们能够寻找到想要的答案 在肖战数据战中发布的动态内容可见 因为此次公布的新推榜单 是在肖战全球后援会整改前进行的活动 而现在正处于整改期间该榜单结 数了 腾讯新闻星推榜 官方考虑到目前的特殊情况 通过商议以公益金代替相关权益 所以就有了将以明星肖战的名义 把1.2万元的成长金全部捐献于公益项目 不管是榜单方的做法 还是肖战一方的意见 这都很让人觉得放心 一方面不惧怕黑子挑逝 再者也是方便大家的监督 更重要的是帮助了更多的困难群体解决问题 不管怎么说 肖战获得了此次的冠军 这是一个值得开心的好消息 更何况成长金用于公益项目 想必也是大家所希望和想看到的结果 因为肖战曾说过 如果有机会 有可能的话 再去做身体力行的事情 公益便是其中之一 肖战风波发展至今 三个多月的时间 排除直黑的从中作梗和粉丝的过滤镜 路人对此依旧是各执己见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有人说肖战粉丝做错了事 所以肖战活该 也有人说肖战粉丝没有做错 肖战更是无辜 究竟谁对谁错 伴随着光明日报的再次发声 终于给出了答案 我们先来看一看目前的形势 肖战低调工作 粉丝低调做家务 职业黑粉丝依旧在努力 对于肖战的粉丝小飞侠而言 他们虽然心有委屈 但是却并不想去追究到底 是谁在背后搞鬼 因为那样对肖战无力 越来做多的粉丝都很乖的做好自己 在保证认真生活的前提下 去喜欢 去支持肖战 光明日报的整篇报道 围绕着网络创作这个话题展开 从多方围度进行剖析考量 客观公正 有理有据 既通俗一懂 又有高度和内涵 创作一直都是自由的 但却并不是无底线的 不愧是一代官媒 字字句句总能让人眼前一亮 看过整篇报道 其实对肖战风波就有了答案 不过在光明网发布没多久 这篇文章就被删除 也许是舆论的压力